各位小朋友跟标书一起读 试说心语学文言文 今天标书给大家讲 标心立意的故事 这个故事啊 就是讲标心立意啊 这个成语的出处 就是知道您啊 他讲的逍遥游的解释 如何成为标准版本的 先跟标书竹子竹句 解释原文 庄子逍遥篇 就是难处 庄子啊 有一篇文章 叫逍遥游 是庄子中的一篇 他讲述了 万物要无所依靠 才能够逍遥自得 这篇啊 就是向来的意思 向来啊 都是难点 别人啊 解释不清楚 朱明贤 所可钻位 而不能把礼于锅巷之外 朱明贤啊 就是一帮当时的读书人和名流啊 索可 也有一个版本叫索共 反正啊 意思差不多 就是大家都经常去钻研和玩味这篇文章 但是呀 他们的解释都不能够 这个理论啊 超越当时庄子解释的两个大家 郭相和相秀 两个人的解释之外 没有一个人啊 讲的比他们两个人讲的好 有一次 那个和尚知道林啊 在白马寺当中 将冯太常共语 就是和啊 冯淮 冯太常两个人啊 在一起聊天 应急逍遥 两个人啊 聊着聊着 就聊到了 庄子逍遥游 这知道林啊 就忍不住 哗啦哗啦哗啦 讲了一通 可是啊 他说的 卓然标心理于二家之表 就非常卓越标出了新的解释 就在郭相和相秀两家解释之上 标出了新的含义 立意义于仲贤之外 就他标注的这个道理啊 哎呀 有别于任何当时的读书人和名流之上 和他们都不一样 皆是诸明贤 寻味之所不得 哎呀 他这一次标注的是非常好 解释的是非常完美 这个简直就是啊 当时这些名流啊 这么多天 反复探寻和玩味 都没有能够误通的道理 后遂用之理 之后呢 经过了这次讨论之后呢 庄子逍遥游的标准 解释版本 就用知道林的解释 知道林啊 哎呀 今天解释的非常棒 然后跟标书完整的解释原文 庄子逍遥游这篇文章 哎呀 向来是庄子这个解释当中的难点 当时的那些读书人那些名流啊 经常在一起 钻研和玩味 但是呀 无论他们怎么钻研 都不能够啊 就解释出比郭向和向秀 两个庄子研究大家 更好的解释来 有一次啊 和尚赤道林在白马寺当中和 冯淮冯太长两个人一起聊天 聊着聊着就聊到了 庄子逍遥游 赤道林啊 当时卓越的提出了有别于郭向和向秀两家之外的新的解释 而且他的解释啊 有别于当时的任何名流的解释 就非常奇特 哎呀 而且解释的非常完美 是当时所有名流 反复探寻和玩味都没有能够想透的理论 于是啊 从这以后 庄子逍遥游的标准版本就用赤道林的解释了 最后再跟标书完整的朗诵原文 庄子逍遥游篇就是难处 朱明贤所可钻位 而不能把礼于郭向之外 直到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长共语 应急逍遥 知卓然标新礼于二家之表 立意义于众贤之外 皆是朱明贤寻位之所不得 后遂用之礼 每天跟标书学一个小故事 学文言文 学古文的翻译读懂天下之书 谢谢